好 另外這莫拉克颱風 畢竟首當其衝還有台東的部分 目前的氣候狀況如何 我們先連線給記者孫允鈺 好的 那麼莫拉克颱風 距離台灣的東半部還有七八百公里 那麼在台東市的海濱公園 是台東的整個東半部地區 第一個可以感受到 台灣威力的一個區域 不過今天上午在台東市 是出現了一個相當好的天氣 而且天空是稍微有雲層 不過卻有艷陽高照的一個好日子 但是海面上是風平浪靜 並沒有感受到一個風浪威脅 感覺起來像是一個風雨前的年紀一般 但是氣象機已經預報 在台灣的東半部也就是在台東的 這個濱海的地區 將會有長浪出現 而且在台東以及到恆春半島的 東南部的海面 風浪會有增強的趨勢 它的風速會達到每秒到33 以及到43公尺之間 因此在這邊呼籲民眾 能避免在海邊來進行活動 以上是現場的最近消息 將時間交完棚內出播